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六月给兰花施状苗肥 我们可以用这个兰科专用的有精养液 而且也跟大家分享过施状苗肥的几个关键要点 那么就有花友比较关心 我们在施状苗肥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施肥方法才更为合适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施肥呢 主要有两种施肥方式 一种是给它进行页面喷施 还一种呢 就是盆土直接灌根 而灌根呢 也有三种方式 这三种方式呢 主要是喷 淋 还有浸盆 那么喷的话呢 直接用这个水壶沿着这个盆边给它喷湿 淋的话呢 就是用这种带有花灑的这种水壶 给它沿着盆边小水慢淋 慢慢的淋进去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浸盆 浸盆的话就是准备好清水 然后呢 将这个兰科营养液对水稀释之后 直接放进去浸盆 如果我们只有一盆兰花 那么你这样浸盆呢 会比较浪费这个肥料 如果是有多盆的话呢 你这样浸盆 那么在盆土里面有病菌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 然后导致兰花很容易出现根幅 禁幅等各种现象 所以我们在采用浸盆这样一个施肥方法的时候 最好就是给它在水里面 加上一点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二媒林杀灭盆土里面病菌 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这几个方法也是有优缺点 如果是浸盆呢 它是从底部直接往上移动 那么这样呢 很容易把底部的这个盐分呢 输送到盆土表面 长期这样使用呢 很容易造成盆土表面盐分堆积而出现伤根的情况 但是这样施肥呢 它施的会比较均匀 用喷淋的方式虽然不会导致这个盐分的堆积 但是呢 它用肥了没有那么均匀 所以由此而得出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几种方法交替来使用的一个方式 这样呢 既可以施肥 施的更加的均匀 又可以避免盆土里面盐分的堆积 当然也可以液面喷肥或者盆土补肥的方式来交替进行 这样不仅液面上补充营养和盆土里面呢 也能够补充充足的养分 这样呢 撞苗肥才能够施的更好 所以给南华施撞苗肥呢 我们是可以各种方法交替来使用 这样用肥呢 不仅不容易出问题 而且还能够把这个南苗养得更壮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